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南海领土争端再次升级 越南指责中共军舰在两国有争议的海域枪击越南渔船 中共喉舌《环球时报》发表评论文章否认越南方面的指责 同时却曝光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将白龙围岛割让给越南的卖国行为 针对越南指责中国船舰枪击越南渔船一事 大陆外交部26号回应宣称中方行动署必要正当 做出反应是正当合理的 但环球网披露 中越在北部湾海上化解时 中国将历史上本来属于中方的白龙围岛让给了越方 翻开历史 60年代美越战争期间 中共党魁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将白龙围岛划住越南领土 而在70年代中期 越南开始对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提出领土主权要求 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多个岛屿 90年代后 围绕南海海洋权益的争端致意尖锐 南海争端成为中共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突出问题 从1992年到2000年 中越双方共举行了七轮政府级谈判 三次政府代表团团长会晤 18轮联合工作组会谈 2000年12月25号 中越双方签署 北部湾化解协定和关于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的渔业协议 其中将浮水洲岛 就是越南所称的白龙围岛正式割让给越南 白龙围岛是南海珠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 约有9.96平方公里 是太平岛的两倍 永兴岛的四倍 白龙围岛被永久割让给越南 导致广东附近传统作业渔场 减少了32000平方公里 越占传统作业渔场的50% 并进一步加剧了北部湾中心线以东的渔业资源争夺 而签署这一协定的正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表示 江泽民秘密签署协议 出卖领土属于卖国行为 那么为什么江泽民要出卖中国的领土给俄国呢 出卖主义在国际上是明显很快 而且相当的孤单 江泽民为了在联合国家或者其他别的议题上 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 除了经元度之外 无偿的把中国的领土各让给他们 这个就是江泽民和邻国搞好关系的一个做法 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谢选俊也表示 中共为了跟邻国搞好关系 不惜割让土地 来保住自己的政权 而不是保护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 谢选俊提醒 江泽民不只送出一个白龙围倒 他还给俄国画出大批土地 江泽民割让领土给俄国呢 因为他比较亲俄 因为他在俄国待过嘛 他是苏联培养的 所以呢 他把领土割让给苏联 他感觉就是好像是给了他娘家似的 把中国的领土就不当回事 就拿了给外国 据了解 江泽民在1991年 1994年 1999年 2001年 分别和俄国签署协定书 以条约形式肯定国界线 而这些条约等于江泽民默认了沙皇和满清签署的 九项不平等条约 有分析指出 这些条约是中国永远丧失了约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还不包括外蒙 其中新疆与俄罗斯交叉口附近 靠近外蒙古和俄罗斯的黑龙江最西部 黑龙江和吉林北部交界处 以及乌苏里江 图门江出海口北部等 全都划给了俄罗斯 另外 有关这些条约的签订 中共当局只在《人民日报》做出简短的报道 声明两国圆满解决了边界问题 却没有提及条约的内容